一张床又空荡了 急需一个人合伙睡床 难以不限 刚刚我们从邓兄弟的店里面出来了 现在我们再次前往陶哥的开的店那里去看一看 去干嘛 他是开烧烤店的 又去吃烧烤 刚刚在邓兄这里的话 他是开奶茶店的 先奶茶餐饱 现在去掏个那里烧烤餐饱 好跟着我们的镜头 刚刚开始半小时终于到了 然后我呢有个想法想去到店里面蹭 不知道能不能蹭得到 但楼楼不去 我先不进去 因为两个人去的话目标太大了 我们单个去 好 等一下 楼楼差不多了 就前面 好 我去蹭一下 大家能不能蹭得到烧烤 你去不住一点 求你一个 过来吧 我还是说准备来你这里蹭 哈哈哈哈 太可惜了 长了一个大重脸 一眼就愣出来了 戴着脖子 我都愣出来了 你多少 29 那比我小 靠地 都是烧烤 好多都是自己穿的呀 这些东西 看到没有 都是 我以前干过我就知道 奶茶店你干过 烧烤你干过 三百六十行你干了三百六十行 干了三百还有六十行你干 哈哈哈哈 是我背了这个包的原因 不我看你你再说到我一眼就骗穿了 这是铁粉了 这就是铁粉 你要戴个帽子 说明的话你们挺得动不吗 我挺得动一点 明天等着不去 山子瓜了 山子瓜 他 没到季节了 然后明天我就要送个楼了 准备 去西昌 坐车 坐到昆明 跟我们一门 驾转车 到江西去 唉 舍不得他 他早上 这个一张床又空荡了 急需一个人合伙睡床 男女的县 刚才那边 都吃了饭过来了 然后现在 兄弟又烤一些烧烤 好兄弟您搞的多了 真的是搞多了 喝了今天 好吃吧 嗯 好吃就好 这些都是外卖是吧 今天是又一顿饭了 就是又一顿饭 然后 我们准备去休息一下了 现在已经11点多钟了 告诉我 让我尽情 刚刚在 陶尔兄弟店里面吃了个烧烤 其实对于 实际店来说的话 生意真的是不容易 非常难做 看他生意不好啊 我们也不好比吃吃 但是他执意的 我们也不乐趣 觉得我们大脑也来看看他 觉得非常的 就是感谢吧 然后 那是考虑一些漏串 我们也觉得 非常不好意思的 在背后 这个拍下他家的 一个手环嘛 也付了一点钱 也列表一下 我们自己的心意 也祝福他能生心 那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今天要早点睡 明天就要送你 这家伙去 西藏了 好 那视频放在这里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